提到说我从政 其实我没有刻意要从政的 你好像生来就是为政治 我一生不是 不是 我一生真的 我一生会这样做 是在追求和平 追求人权 好像是这么样一个影响我的 战争让我对战争的恐惧 跟业务 白色恐怖这样的人权的奴隶 对我对人权的向往 这大概是我一生最重要 那么就这样走走走 走到最后变成一个政治 其实我应该是一个反战分子 应该是一个人权工作者 欢迎您收看今天晚上的关于男人 我们的政治人物的温馨系列 让你从政治舞台 别的不同的角度来熟悉 或是了解我们的政治人物 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 这位施明德施主席 你觉得很熟悉吗 或许他的生平的片段 你有所了解 但是他一生的主轴在哪里 我们今天一块来阅读 施明德施主席 您好 你好 前一阵子你过六十岁大寿 对不对 天哪 六十岁 我们的导播可以照一照 我们的施委员 这张脸是六十岁 听说第二天起 就好多人问你怎么养生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 这个好像很好笑 但是事实上 它其实哲学蛮高的 对啊 没错 我常常回答的 自私的回答是这样子 因为我在冰箱里放久了 所以保险 冰箱就是坐牢 你可以坐牢 不动 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岁月可以不要跟着进展 贪念 消耗了 放纵了 大家都没有 也没睡太阳 紫外线 少汗也没有 对 完全在冰冻里头状况 现在的你满意你自己吗 我非常满意 外表 非常满意 其实对我的一生 我都非常满意 我们来一起阅读你的一生 好不好 其实这个很有趣的是 施委员 你是在去年的选举之前 出了这一本书 这不算什么文宣 可是这本书 当时蛮轰动的 因为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本书 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其实很多人 对你的了解 是一位政治运动的反对者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 在人生上面 寻求自我和解 也寻求跟人与人和解的一个 变成一个哲学家了 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自己是刻意走到这一步吗 我想一部分是环境造成 因为面对了 某些特殊的环境之后 我要生存 我要活下去 我要自我改造 和自我提升 我当然要试说 我去阅读 然后阅读是好之后 我应该做一个决定 做一个选择 所以有环境才会激发 我也必须思考的 这样的过程 施明德在小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这个你是在日举时代出生的 对 而且也经过一个战争的时代 对不对 战争的时代 所以我一生影响我最大的 大概是战争 然后漫长的白色恐怖的岁月 这个像这样的战争 跟白色恐怖 随着我一生就走过来 在我们的台湾的社会里面 政治发展时里面 施明德当然是 应该是空前绝后的 你是一个什么样 家庭长大的一个小孩 我出生在一个中医 我爸爸是一个中医人 是一个 那时候在日举时 已经算一个地主 我在一个蛮好的家庭里 长大的 但是因为二次大战 然后随后的白色恐怖 我爸爸也曾经因为这样被捕 被捕关了以后 后来在我小学面 比我爸爸就过世了 那家庭当然就会比较衰落 没落下来 不过还好 因为有很惨嘛 所以整个年轻的岁月 我大概没有什么 意识上的贫乏 我妈妈 也算是一个蛮自由主义的 他对我们的教育 重视 但从来不要求我们 一定要走什么样的路 所以我在 特别在初中以后 那时候真的台湾很荒迷的时代 就禁书一大堆 不准看的书 不准看的书 真的一大堆 早期年 特别在书的小说都不能看 你看 这真的很笑话 结果这个禁书会有两种结果 思想潜质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让一部分的人真的就这么愚蠢 一部分的人让一部分的人只有走向盼命 你禁书不让他看 他越想看 你是属于那种 我是属于那种越想看的那一人 所以我中学考上高雄中学 所以我在中学以后 我的成绩就不好 但是我是一个用功的 成绩不好的学生 我不喜欢课那些课程 然后越读越多的 三亿年代的书籍 有所谓主义的思想 正义的这样召唤 然后对于初中生看的那些教育书 不喜欢 结果那个太无聊 太肤浅 所以后来也决定说 当我高中毕业 我就考进外学校 就这么走过来 我们看到你的这个作品里面 好几次接受访问也说 你跟你妈妈真的这样说 你要去念军校 去推一单当时的这个政权 真的是这样 谁给你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当然是 当然很多从军校 其实很少有人 可以那时候回想 大概没有人会教别人做这种事情 杀身自祸 对对 都是自发学 不是自发学的 如果说我们讲一个非政治的施明德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男子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想作为一个人 有时候我常常会 我也反省过 作为一个人 我大概给自己定义 就是说 对长官你要进座 对长辈要进座 对同事你要进义 对兄弟你要进义 对往辈 对部署你要进来 所以我想我作为一个人的话 我大概一生是这么走过来的 所以你看我会比较 在面对审判的时候 或者什么 大家可以检验我在审判的立场 我的言辞对长官尽忠 对同事敬意 对部署进来 所以这样子我被判罪重 明丽岛事件我被判无期途径 其他的判十二年 十四年判罪重 那如果作为一个男人的话 大家现在耳熟能详 他讲的一些话是三不主义 其实那个根本不是我的 那个不是他说的 其实完全不是我讲的 是真的是一个 是一个 成决的弟弟说的 结果是这样 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知道我是一个歧视型的男人 这么讲 因为我认为一个歧视 就有英勇的那个正义的 对就是女人 男人对女人 你是一个歧视 你就不应该去欺负他 所以我相信 这影响我们爸爸的影响很重 我爸爸小时候都想 我听一句话 说走路台中夫打路在高谷 怕老婆的是大丈夫 打老婆的是猪牛狗 就是禽兽的意思 就台湾话的话 所以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是一个歧视型男人 当然了到现在来讲 历经了沧桑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更有一些定位 你刚刚提到说我从政 其实我没有刻意要从政的 你好像生来就是为政治 我一生不是 不是我一生真的 我一生会这样做 是在追求和平 追求人权 好像是这么样一个影响我的 战争让我对战争的恐惧 一个业务 白色恐怖这样的人权的蹂躏 对我对人权的想法 这大概是我一生最重要 那么就这样走走走 走到最后变成一个政治 其实我应该是一个反战分子 应该是一个人权工作者 等一会休息一会之后 马上回来 来看看在他的人生的经历当中 他讲过这个坐牢25年半 听起来就是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故事你讲了很多次了 但是每一次重新这个回忆或是回味起来 他在你的心灵的这个澎湃的冲击里 应该还是不同的 马上回来 关于男人 我们今天一起阅读师明的先生